把這個地方有沒有 把3改成3.2好了 3.2就是伏點了嘛 那另外第二個 請你把這個裡面再加上前後雙引號 那這個也加前後雙引號 OK 如果你加前後雙引號之後的話 它就會變成文字了 你說老師為什麼你幹嘛沒事這樣加 很多時候你的來源 也許你從以色有來的 也是有來的 你看起來會以為它是一個數字 但實際上它不是 資料庫也有可能 你以為它裡面是放的 對數字但其實它是用文字 那你這時候你如果沒有轉型的話 你說老師那這樣我執行會發生什麼錯誤嗎 這樣會不會錯 其實你會發現 因為這個是文字 這個也是文字 所以它就把這個加在一起 對 把它 所以它兩種形態一樣的話不會錯 但是你不能一個是數字 一個是文字不行 OK 好 那所以它print的結果請問是多少 3.25 對 你看 3.25 完全錯 但其實是可以理解啦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這種結果 你也不要覺得很奇怪 因為它並不是把它當數字來做計算 而是把兩個文字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 OK 好 那問題來了 可是我不是要這樣啊 那怎麼辦 很簡單 請你把什麼 A的部分 因為A它是一個浮點 所以記得有個函數叫Frozen Frozen Frozen的話 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它裡面的小數點資料轉換 有點像把前後的雙以後拿掉 OK 就是取得中間裡面的資料的意思 OK 然後如果你是整數沒有小數點的話 那你用int OK 棒 記得喔 你也不能用錯 如果是小數點也不能用int 然後整數你不能用float也會出錯 所以這個有點麻煩 數字的話你還是要先知道 但是後面我會跟你講 其實如果你不確定裡面到底是放整數還是浮點的話 其實後面是有另外一個函數 叫Evil E-V-A-L 這個Evil的話 好處就是不管 反正裡面是數字 我就幫你轉換就對了 所以如果將來你不想管說到底是int或floater 那你就記這個就好了 Evil有點像是 類似像那個Excel裡面的函數叫Value 有沒有 Excel裡面有個函數叫Value Value其實就是幫你轉成數字的意思 概念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前面加一個E 然後後面取Val 所以這個應該是叫E-Value吧 還是什麼 不知道 反正就是這個用途 我們先回到float來 因為主要我們要多學兩個 OK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裡面 你確定知道是浮點的 那你就用float 如果你是整數的用int 那這樣的話 他就幫你把結果轉換之後 再計算結果 那應該這樣OK 有沒有 就八點根根本沒錯 OK 好 所以又多學了兩個函數 那第三個是Evil 這個我覺得Evil好像會比較重要 應該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說 我只知道是數字 但是我不知道說到底是小數點 還是沒有小數點 那你就可以用Evil 所以剛剛的話就是已經把幾個比較重要的函數 做一個結果的轉換 OK 那其他底下的話還有像Booling 這個Booling也會蠻常用到 Booling的話就是True跟False 不是True跟False 一般的話 我們True跟False可以改成1或0 其實以後你看到1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拿它來取代True的 True喔 OK 如果是0的話 那叫做False 我個人比較喜歡用0跟1 為什麼 因為0跟1就打一個字就好了 但True跟False有沒有 你要打四個字跟五個字 當然尤其打False要打五個字 那我打個0就好了 所以以後你看到說老師為什麼 你明明要打True的 那你為什麼打個E 對 因為E就是True 那E比較簡單 OK 所以大概是這樣 另外的話以後如果你看到開關有沒有 不知道應該有很多開關是0跟1的 有沒有 所以以後你看到那個開關上面 如果寫0跟1的話 那你就知道0就是關 1的話就是開有沒有 OK 其實還蠻多 有些沒有寫啦 有些是有寫 你就知道說原來1就是開喔 0就是關喔 那這個概念以Sale裡面也通用喔 所以以Sale裡面的話有沒有 有True跟False會一樣 如果是True的話我就打1 0的話我就打False我就打0 像有個函數叫Vil函數有沒有 Vil函數最後一個參數我是打0 因為要精確的比對的話 你就用0就可以了 當然以後是寫False啦 可是我覺得False打要打5個字 0的話打一個字 所以以偷懶的情況來看的話 那當然打這個FalseOK 好 那其他的相關練習的話 我想請各位就是自己再試試看 因為底下就是自己在做一些演練 那最後如果我今天希望加總冒號 那可以幫我把8.2換行 所以剛剛我們輸出是結果什麼 加總冒號這邊沒有換行 有沒有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有一個需求 我有一個需求輸出結果我希望換行 那換行的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必須要學會一個叫做拖曳字元 的一個字元 你就把它當一個字 所以以後換行 讓我們按Enter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在Python裡面 你希望能夠類似像按Enter這樣的動作的話 那你就要記得它是反斜線N OK 反斜線N OK 所以有沒有 那你就把它當一個字 加在你要換行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假設希望看到結果 是加總冒號換行 然後8.2的話 如果像我們剛剛程式 我們剛剛是加總冒號 沒有換號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換行的話 你就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加總冒號的後面 就是一個字串裡面 你就把它當一個字就對了 那個字就等同於 它會變成轉換成換行 你就加在哪裡 所以加在冒號後面 加一個反斜線N 它就會在這個地方 幫你執行類似這樣換行的動作 我先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OK 有沒有發現 加總冒號了 有沒有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 推移資源最常會用到的換行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得到的結果 可以在前後加雙引號 那你說加雙引號 你說老師那雙引號在那個程式裡面 不是用來當成是文字的開頭 跟文字的結尾 可是如果我現在 我加應該是加在哪裡 加在這個地方的 換行之後的這個地方好了 所以以前的經驗應該是 那我再加一個雙引號好了 有沒有變這樣 這樣的一個 可是你會發現 它會覺得 欸 這個是什麼意思 它看不懂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把這個雙引號 拿來當成是文字的開始跟結束 那你又多一個不是對稱的東西 所以為了要讓它可以辨識 你是那個程式裡面用的開頭跟結尾 還是你要輸出那個字的話 區隔方式很簡單 請你在雙引號前面加一個反斜線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你是要輸出一個雙引號的字的話 請特別注意 在雙引號的前面 再加一個反斜線 一樣喔 單引號一樣 單引號裡面也會用到 所以你就反斜線單引號 當成是辨識的一個方法 OK 那如果VBA VBA有同樣的問題 VBA裡面也是這樣前後雙引號對不對 它不是反斜線雙引號 它是兩個雙引號 VBA裡面是只要你是兩個雙引號 它就會幫你把它轉成一個雙引號 所以這個是一定會遇到的 因為那個符號已經被佔用了 那如果你假設又用了一個 它搞不清楚 好 那這個頭有沒有 加這邊 所以如果加這個執行的話 會變成前雙引號有沒有 這個 這個加在這裡 但尾巴也要加怎麼辦 沒關係 在串一個雙引號 反斜線一個雙引號 這樣子我可以把它擠看 減號 我就類似像這樣 串接一個這樣子啦 有沒有 記得你前後也要再加一個這樣 文字的一個開頭跟結尾 OK 應該沒問題吧 執行一下 所以請各位練習一下 就是把剛剛加總冒號 改成什麼8.2 記得要轉型 然後並且在加總後面加一個換行 8.2前面加雙引號 練習看看 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這些觀念都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的觀念沒有 將來你一定會遇到很多的錯誤 OK 試一下 這個Python說真的 如果要記的話 真的還是比Excel裡面要記的東西還要更多 如果比起來的話 VBA是可以少記一些東西 Python是要記比較多東西 好 試一下